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游戏龙哥 崩坏新穷铁道2.3的两个新角色 例会已经出来了 分别是火属性的毁灭主C 我老婆刘云 以及量子属性的致死主C 叫啥名字来着 哦对我老婆翡翠 什么你老婆 现在在我电脑里面就是我老婆 我想看到这两个角色的例会 大家都是挺兴奋的啊 最近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就是感觉玩新穷铁道票子特别不够用 感觉整个人都被榨干了 好像每一个都想抽 其实我觉得很多所谓的强度党 在抱怨说新穷铁道每一个角色都不能跳过 然后角色又出太快 是不是也掺杂着XP的因素在里面了 感觉每个角色都想抽才是主要的原因吧 不然新穷铁道单纯的月卡党走金仰路线 我感觉问题其实也不是很大 其实你一直有看我视频的话 你大概是知道我的口风的啊 1.0时代 我比较推荐大家第一次拿下的是0加1的吸额 以及进流嘛 然后2.0目前第一个主C 我推荐的是黄泉要拿下0加1 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是刘盈呢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啊 且不说她是第一个火系的主C 在限定角色里面她肯定是第一个 其次她很明确的又是皮诺库里的女主角 目前新穷铁道的文本可以用二次原味非常浓来形容了 刘盈又是那种非常正统的ML型女主角 所以人气才会这么高啊 比当年的进流还要高吧 你要是策划把它做崩了 这跟脱了裤子提起屁股大声找充有什么区别吗 目前需要承认的是性穷铁道的策划 那个泛昏的记录是比较少的 其实这才是常态吧 谁没事跟钱过不去呢 所以作为第一个限定的火系组C 我不仅猜测刘盈林家一会挺强的 我甚至还猜测她有一个很强的恶命 其次就是大家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点 那就是刘盈是星河猎手 星河猎手其实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实装的三个人 在机制上面都是明确的有长远规划的 就是更保值的 唯一不明显的其实反而是认啊 但是认的六命还不错 所以关于刘盈 尤其是她在2.0时代实装 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大的期待一下 准备好手上的星穷 其实关于星河猎手的成员的机制 总体比较保值 在我看来也是属于比较明显的有意而为止 因为非常明显的嘛 星河猎手这个团体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接下来会贯穿整个故事的主体 他有这个迹象 所以这类角色在设计上面 如果聪明的话 肯定会留多一点后路的 不管是后面喝汤的空间 还是更加慷慨的新魂 你像刃跟银狼六魂都挺强的 他反复登场的话 后面如果也有人气抽的人 可能也会慢慢的把他们的新魂叠起来 卡夫卡虽然六魂不怎么样 但是四魂还是挺香的 关于六魂 他确实现在还是要解释清楚 他那个延长一个回合到底有什么用 不过卡夫卡本身确实一路喝汤过来 六魂在什么阶段 突然之间跟某个角色联动了 我也一点都不奇怪就是 所以关于流音最聪明的做法 肯定就是在设计的时候 第一就是在机制上面 你可以把它设计的潜力高一点 其次就是把他的新魂 尤其是六魂的质量可以拉高一点 他作为星河猎手的成员 不仅在后面 肯定还是会有挺多的戏份 而且你还要考虑到以后所有入坑的玩家 打到皮诺康尼的时候 他们都得经历保护美少女 我义不容辞的这个阶段吗 像这种长期饭票型的角色 肯定是不应该初心对待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最后会怎么样吧 像我玩了这么几年手游 自己也看多了大风大浪 老师说啊 这你要搞数值膨胀或者搞人权卡 你一定要在众望所规的角色身上搞 就你不要在众望所规的角色上面 搞什么反向的强度 你装清高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啊 在我看来所有的游戏公司在入职的时候 在评估一个运营策划的时候 最需要考察的就是这一点啊 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死好歹的 是不是属于那种没啥本事 还要跟玩家对着干的 我没有暗示谁 你们这些弹幕不要乱说好了 这个就是一般论 然后就是同样大人气的大姐姐 战略投资部的领袖翡翠 在这个例会上面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左上方 还有一条毒蛇 这个估计是想要暗示 她是一个那种心狠手辣的女强人 毒蛇嘴里面咬着的那条红色的果 蹦出来的那个汁 应该是想要比喻成血液的 然后那个血液呢 滴在下方的一张白纸上面 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暗示业绩了 左下方还有一个土狼 倒在地上的这条蛇 好像就是从身上爬出来的 简简单单一幅图 就暗示出来了翡翠的人设 表面鲜光的背后 他踩了多少的人的尸体 才走上来的 压榨了多少人的鲜血 变成了自己的业绩 才爬到今天这个地位 当然了我相信在场的各位观众 肯定也有很多人是希望被翡翠 践踏着拥抱着毒死 对不对吗 来被我说中的把是我了 打在公屏上 哎你们之前就没点正经 你们要考虑到我这个纯洁的频道 有一部分的受众 甚至可能还是小学生 对不对 不要带坏人家 说完例会 我们再猜测一下强度吧 关于翡翠的定位 确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他是量子属性的知识嘛 关于知识命图的角色 其实我想很多玩家都是感觉有一点阴影 对不对 因为目前五星的限定知识 确实质量在社区的风评 都不是说特别的好 盈之虽然在虚构表现算是前列 但是虚构更多的是考验玩家的游戏理解吧 他并没有特别考验卡牌的星级和质量 就是数值这样说吧 盈之在虚构90分 他哪怕在混沌有个75分 他都是一张非常值得抽的卡 可问题是他在混沌是显然没有达到差强人意的水平的 其实就是警员跟机子的嘛 五星角色之中 废翠是第四位五星的致死 只不过老实说啊 黄泉的初伤模式 你说他是致死 我也一点都不奇怪啊 他虽然说命图上是虚无 但是他的伤害模式分布 其实是很偏对群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大数字容易非常高吗 黄泉对单也很不错的 根本原因是建立在他对群疯狂的数值上面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使命图他本身不是重点啊 他这个设计师想把翡翠设计的强 他是绝对能够设计的强的 事实上公司的战略投资部戏份也是挺足的啊 到目前为止存在感都非常的强烈 给人活跃于各种故事 各种星球的感觉 我们且不说追击对48斤队伍 看起来还蛮无人的 其实就是翡翠他虽然挂着量子属性的这个属性 但是他是不是量子队的成员 在这里得打个问号 那毕竟公司的追击对确实 那个颜色本身就是五花八门的 他到底是个量子C还是追击C 我觉得不好说 说不定又是公司追击队的套装成员之一 甚至他可能不一定是主C 如果进公司的追击队的话 他到底是替代真理医生还是替代知根鸟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点 怎么样的大家更喜欢他加入量子队 还是加入追击队呢 量子队的口格1 追击队的口格 希望他树立新体系的口格3 就我个人其实是无所谓的 而且老实说翡翠作为在留音背后的角色 我感觉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自身的营收压力应该不大了 但是他的压力应该是挺大的 我看看我这个确实有点大 可以 所以我更希望他到时候可以设计成那种 比较万金油的角色 如果不同的体系都可以去 比如说他能进量子队 又能进追击队之类的话 那就挺好的 就业面宽一点 然后星魂12设计的也给力一点 那毕竟公司的成员嘛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是遍布整个银河系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托帕出场的几率 也是挺频繁的 翡翠接下来估计也是重要角色啊 看本你的角色确实都很让人期待 是不是感觉每个角色都想要啊 也这个天哪一个都不能跳 目前星虫铁道怎么说呢 给人一种感觉角色出的很快 然后节奏也很快的感觉 不过游戏本身它还是比较慢节奏的 每天上线五分钟 然后就其实也没啥事干了 我觉得有不少的玩家 可能毕竟关注强度方面的频道 所以在玩游戏的时候 对混沌记忆就有了非常高的各方面的重视嘛 自自然然的看到新角色 好像都挺强的 就会产生一种不愁就亏了的感觉 就我而言其实觉得也无所谓 毕竟星铁的混沌记忆 那些深渊的副本设计上面 它持续时间非常长嘛 42天 你如果一上来感觉打不满 你可以用42天时间慢慢去思考 去构思阵容嘛 顺便再累积一部分的资源 我觉得很多玩家 其实打不满一方面 也是因为资源的累积本身也不够 可是事实就算你焦虑了 他体力也不会发你发的更多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有过多的焦虑 少做无意义的不用工浪费自己的能量 还不如点赞关注上 董哥跟着他抽卡 大口大口吃肉 满心的体验也是刚刚的 你们说对吧 OK 今天这个关于新凶铁道2.3新角色的话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趣 不要忘记点赞投币分享 开启小铃铛 StayTune一键三连关注同频道 后续分享到最有更有 安静量的游戏咨询